在Almonte市Azio公園盛大舉辦的新春煙火節 在元宵節當日隆重開幕 活動吸引了大約15,000民眾 一起來露元宵 Almonte煙火節活動從當日下午2點鐘 持續到晚上10點鐘 在下午4點半鐘更加進行了盛大的開幕典禮 由Almonte市市長特邀組多位的美中政要進行剪載儀式和頒發證書 由巴國布伊帶來的中國傳統便面表演等等 向來都是受到了來賓的熱烈歡迎 今次活動由美中經濟發展商務交流協會 美國加州藝蒙特使 天后衛視FCA聯合主辦 活動吸引了大約15,000民眾入場 活動現場有多個美食小食 娛樂、購物攤位 令到參與的民眾吃個玩樂都盡興 主辦方重金打造活動最大量點之一是Info Show 在晚上9點半鐘進行 活動期間節目多多 由草莉特冠名贊助的兒童才藝大賽 在活動當日選出了前三名 另外活動還設有阿園地兒童遊樂專區 舉辦燈籠創作曲話大賽 而參賽的小朋友 可以將自己的傑作帶回家 多位優勝者也可以贏得現金價大禮包 天吶衛視主辦的這次活動 旨在鼓勵並且宣揚中華春節文化 令到美國各族裔更加了解到 傳統華人之日的精髓和特色 今次活動還重盤佈置上千個大紅燈籠 來裝飾街景 還設置各類的抽獎活動 令到主流和在美的華人 有機會欣賞到精湛的中國文化特色 天吶衛視編輯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等等